白衣夫人來到市場 叫了二十顆的菜包 看到蒸籠桌的肉包 再點了二十顆 總共四十顆的包子 夫人跟店家說 附近逛逛 三分鐘之後回來 又加點了饅頭跟菜包 一副大戶出手 問了總金額 然後先拿了第一趟 叫的四十顆包子 兩大袋該付錢了吧 他開始出招 說皮夾在機車上 就在不遠處的水果灘 拿了馬上回來結帳 這下一去不回 夫人拎著包子 隨手放在一輛機車的座墊上 車主買完菜要離開 不斷問這誰的肉包 他五分鐘後才出現 拿了走人也沒到 包子灘結帳 我現在錢不夠 我先去那個水果灘那邊拿一下錢 我媽就說好好好 那你先過去拿一下錢 然後他就是人就不見了 受害的是高雄鳳山市場內的包子灘 富人叫了大單 趁店家忙沒付錢就離開 店家等三天了 還沒等到人 店家也把遭遇破網 這下才知道也有水果灘 曾經吃過虧 架上的榴槤水蜜桃 他都要 老闆還在打包 他拿了一部分開溜 隔天在附近的早餐店 遇到老闆 借口是忘記給錢 三千塊當場掏出來 比對包子灘跟水果行 遇到的富人年約六十歲 身形一樣 都戴同款的遮牙帽 穿米色氣氛褲 應該是同一個人 包子灘 老闆還在等你回來 結帳啊 TVBS新聞的一邦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